Hello everyone, this is我林 欢迎收看美洲的新闻英文 一个礼拜两篇 待会儿时事也了解相关的英文单字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TikTok的未来 新闻来源经济学人 在这边呢 我帮各位快速整理出10个重点的单字 首先第一个单字当然是法案 各位这个单字还有账单的意思 那下一个字就是 美国政府想要阻挡这个app 对不对 阻挡的英文 下一个单字就是他的对手 各位他这个对手的意思就是 指的就是中国大陆 因为这个TikTok他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 Adversary 好,那接下来因为这个使用的人 在美国使用的人真的太多 助长了美国政府的恐惧 助长恐惧这两个字 Feed fear 接下来各位我们要看的是影响 因为他用人太多 所以TikTok上面会影响美国的一个舆论 Shape 那当然下一个字要看的就是舆论的英文啦 Public opinion 那接下来当然就是很多的网红 在那个TikTok上有经营平台频道的网红 就开始哀嚎 网红的英文 Influencer 他那时候哀嚎不要啊 这个万一被禁了他们就惨了 Whale 下一个字就是 我看这篇报道 它有说 美国人平均一天会花大概约一个小时的时间 黏住在TikTok上面 Glu 那接下来上面就是有很多的假讯息 Misinformation 那这个呢 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文章的第一句 那第一句我有做了一些单字的补充 Listen closely and you can hear the influencers' whale 这个是我们今天会看到第二句 我稍微讲解一下句型 以及有趣的几个单字的补充 On March 13th America'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passed a bill barring app stores and internet providers from distributing foreign adversary controlled applications 这一个句子呢 有一个特殊句型 然后也会补充一个特殊的单字用法 The target is clear TikTok A hit short video app to which 170M Americans are glued for an average of 56 minutes a day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最后一句 That has fed bipartisan fear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uld use it to spy on American citizens or shape public opinion 那在影片正式进驻开始之前 还是要来跟各位介绍一套 超棒的一个英语学习app EF Hello 那各位这个 我帮各位挑了一个 它主题很多 那我帮各位挑了一个 跟媒体有相关的 那各位这个是单字 那各位它很棒的地方 就是它会提供单字 然后还有发音 你可以听到真人的发音 那单字你学完之后 各位你看 这个就是影片的部分 它的影片呢 它会把一些重点句型 整理出来让你看 那它在口语练习上 各位这个是附送的部分 它念一句 你跟着念一句的这一种 那各位它的那个是真人发音 然后再来它的语调 非常的逼真 我用这个例子给各位听听看 你就知道了 I can't stand game show 所以这套app 它真的很棒的地方 就是它把这个影片 单字 发音 尤其是各位 你刚刚有听到的发音 非常的逼真 对不对 做了一个很完美的整合 那也难怪 它在这个app上 像是最佳教育堆应用 在Google上 使年度自我提升应用 好 那强烈的建议各位 你去先去下载免费的app 好 它会送你一套主题的课程 那你试用完了之后 你就可以用我的专属优惠连结 你就可以有八折优惠咯 Here comes the first sentence Listen closely And you can hear the influencers well 看一下单字的部分 首先第一个单字是 Influencer Influencer 各位这个就是有影响力的人 就是网红 那各位它这边中间有个FLU 各位FLU 各位知道光是这个单字 它本身就有一个意思 各位它是流感的意思 就流行性感冒 那FLU 这个字它本身就是有流动的意思 所以各位Fluid Fluid各位这单字是 液体对不对 流动 那还有一个单字 各位你看这个是FLU 放在前面 这个叫Fluctuate 这个单字就波动 上下波动的意思 比如说体重波动 薪资的波动 或者是最近的气温的波动 下面这个单字叫Well Well这个单字是痛哭 高声抱怨 跟这个感情很难过 很伤心有关的一个单字 那直接看一下句子啦 这就是listen 听啦 仔细听 你就可以hear 听到 听到这些网猴们在哀嚎 Here comes the next sentence On March 13th America'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passed a bill-barring app stores and internet providers from distributing foreign adversary controlled applications 各位这个句子 各位有没有看到补充说明呢 这里补充说明的长相 是名词 加上ing的一个长相 各位就是从这边 bell对不对 这个是名词 那从这里到后面这里 它在补充说明前面的一个法案 先把补充说明的位置删掉 看一下单字 representative representative 各位它这个是代表代理人 如果大写就会变成众议院的议员 底下的这个单字 bell 它有账单 各位不要忘记 各位它还有法案的意思 那蛮简单的 我们直接看一下中文 总之在3月13号 美国的这个众议院 众议院 pass 通过了一个法案 接下来我们还原这个补充说明的一个部分 那各位就是从这边到这边 那各位是这样 这个bar 等一下这个单字 我会做一下讲解 各位它有禁止的意思 那各位你看 点点点 等一下会看到front 这个front有不要的意思 所以从这边bar是禁止 禁止这个东西 a还有禁止这个b 不要怎么样 各位这是它的巨型结构 那我们来看一下单字的部分 各位第一个单字是bar bar各位这没有问题 一般我们都知道它是9bar 不过各位它其实还有铁柵栏的意思 原则上其实bar这个概念 就是一根长长的棒状物 一根长长 所以其实你就想酒吧 也是你看那个吧台也是 就是长长的这样子 那各位你就想在路上 如果插了几根铁柵栏 你当然就过不去 所以各位它还有阻挡 各位它还有禁止的一个意思 那底下这个字是我忘记删掉 请不好意思 在我来做一下相关的延伸 你看这个单字叫做barbarian barbarian 各位这是野蛮人 你就知道 如果说这个人他只会用铁栏杆在那边挥来挥去 对它就野蛮人 OK 然后接下来下面这个单字是barrier barrier 各位你就知道 就是柵栏插在中间 障碍物 各位它还有屏障的意思 embargo bar是禁止 go是去 让它禁止 没有办法过去 embargo 就是禁令 还有禁运的意思 所以我们这边几个单字延伸 第一个单字是bar barbarian barrier 还有第四个字 embargo 那接下来还有继续单字延伸 我要补充的是这个单字 这个单字 distribute distribute 各位这单字是分发的意思 就发下去 那各位这个单字是这样子记的 你就看中间有个trib 我们再多延伸一点 然后变成tribe 个tribe这个单字 它指的是部落的意思 部落 那所以跟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distribute这个单字 各位你看 dis 一个单字如果是d开头表示下去的意思 那各位 部落下去 你就知道人 男人们要去打仗 他就开始分发 这个食物给你 这个食物给你 女人们去哪边 女人去哪边 部落要下去行动 distribute 那关于部落这个单字 还有这个字 trib 各位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部落 con是一起 对不对 contribute contribute 各位这单字就是这样 你看con是一起 这个部落大家一起 要彼此互相贡献 就是贡献自己的劳动力 contribute 那底下这个单字是adversary adversary 这是对手 敌手 那各位这个单字呢 是advers这个单字来的 就是不利的 负面的 那当然会对你做出不利的事情 就是你的敌人啦 各位这两个单字 各位我们利用这个advertisement 各位利用这个advertisement广告 来帮助大家记忆 那你就讲广告嘛 这是广告太看太多 对你来讲其实也不好 所以各位advertisement adversary 这三个单字一起记他 看一下中文 所以这个法案是什么的法案呢 boring 阻止 阻止 一 这个appstore 就是应用程式的商店 还有二 internet providers 阻止 这两个东西 好 不要怎么样 distributing 不要发送 也就是 不要让人家去下载 下载哪一个app呢 他是说 这个抖音 TikTok 他是 foreign adversary 外国对手 control 控制的 applications 应用程式 Here comes the next sentence The target is clear TikTok A hit short video app to which 170M Americans are glued for an average of 56 minutes a day 这个句子呢 各位有没有看到 要补充说明 这里补充说明的长相 多了一个to 再加上一个which 所以各位 他的位置就在这边 从这里到这里 又是一个补充说明 在补充说明前面的这个app 那各位这个句子 我稍微做一下 简单的一个讲解 从这边到这边 其实各位 他这是两个句子的一个合并 两个句子并在一句了 那我把黄色的地方 我们把它还原 其实还原之后 就会变成这样 这是第二句嘛 还原成就会变成 170M Americans 各位这个是主词 are glued 各位这个是动词 黏着到到哪里去 各位这个是it 那各位这个it指的就是这个app 所以来各位 我换一个颜色 各位你看 这个it 是不是 各位这是第二句嘛 是不是各位 来一条线拿到这里来 是不是跟第一句的这个app 它是重复的 因为重复 所以各位产生了关系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什么关系指句 关系指句 就是两句有重复 好 那既然有重复 英文我们就用一个代名词 这里代名词就用which 来做代替 好 那既然要做代替 各位这个which 它就会跑到前面去 连带的连同这个界隙词to 一起跑到前面去 所以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句子了 看一下中文 所以这个the target 目标非常的明确 目标就是什么 抖音 各位这边打了一个斗点 这个斗点继续补充说明 抖音是一个hit 热门的short video app 它是一个热门的短影音的一个app 那各位这个app是什么app 有1.7亿的americans 哇这么多人 美国人are glue的 黏着在上面的这个app 平均average 平均一天大约56分钟 Here comes the next sentence That has fed bipartisan fear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uld use it to spy on American citizens or shape public opinion 先来看一下单字的部分 各位第一个单字是feed 各位feed没有问题 各位我们都知道它是喂养 那这边各位 我们有看到这个是 这个其实就是feed 胃养了这个恐惧 也就是恐惧在长大 就是助长了这个恐惧 那各位feed的这个字 当名词还有各位讯息串 各位我们在滑那个instagram等等 等等各位讯息串 那citizen citizen这个单字是公民的意思 你拥有合法的一个居住的一个公民 那前面太简单了 各位这个有city 城市 然后你有这个权利留在这个城市 那底下有个单字 这个单字叫resident resident 各位这个单字是居民住户 就是你是住在这里的人 各位注意 所以一个你是有领身份证的 另外一个就是单纯 就是你是住在这里 两个单字意思有一点不太一样 那各位住在这里的人 也是很好记啊 就是sid嘛 你会坐在里面的人 resident 那shape各位这单字 名词我们都知道它是形状 当动词各位有决定 还有影响的意思 对吧 没有错吧 变成那个形状就影响了 底下这个单字 bipartisan bipartisan各位这单字是两个档派 都是 各位这单字 其实你不要看它好像不常见 也是好记啊 bipartisan就是两个 party 有没有 party不是派对 这里的party是党派的意思 看一下中文 所以已经怎么样 fared by parties and fears 两个党派共同的恐惧 助长了两个党派共同的恐惧 什么呢 中国政府 could 可能 各位注意 这个could通常 你看这个通常就是跟不确定 有点关系 它并不是很确定 所以它会用到could could use 可能会使用这个app 来干嘛呢 spy 收集情报 谁 American citizen 美国的那个公民 或者是shape 影响了public opinion 语论 以上就是今天文章的讲解 我再播放一下音档 让各位做一下全文复习 Listen closely American citizens 或是shape 或是shape 可以加入我的会员 那还有75跟150这两个选项 你可以给我更多的支持 那我主要会教各位单字的记忆方法 一些整理的技巧 还有阅读的长句阅读技巧 能看到这边算你厉害 恭喜你又看到最后了 那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对你的英语学习有帮助 也非常欢迎分享给更多的人知道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